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有關的 盤的規劃 我在之前有沒有跟你預告 大盤大概是在22000到22000之間 這個區間震盪整理 整理完當然會往上走高 昨天台股盤壓為180點 接近22000 是不是可以站在買方 今天台股大漲185點 該來的行情總是未來 只是說未來行情怎麼規劃 我會先講給你聽 所以大盤在8月12號 上來漲2000多點 我說開始會在這個區間 22000到22500區間震盪 區間震盪 所以接近22000站在買方 包括上個禮拜 盤是回檔三天 21935 三天絕佳 買點來了 買股票 買股票 禮拜 盤中大漲291點 不追 但是回檔修正 禮拜二 22059 區間整理 下雨 是不是應該站在買方 區間整理完之後 還未再上的一個架構 當然建構在9月份的一個降息 以及目前道琼的一個架構 道琼已經創下歷史新高了 親愛的同庙 我在道琼或是美國科技股回檔修正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美國股市下檔一樣是層層之稱 你想操作美國股市的 依然可以縫低層階 道琼領先全球股市創新高 所以你認為台股今天大漲185點 漲完了嗎 才漲這麼一個小紅K棒 所以不然是上禮拜五禮拜二 這個區間的一個下雨位置 要懂得逢低成績 成績完之後 今天不是拉出紅K棒 之前高點24416 會是所謂的一個壓力嗎 就指數的概念來看 就一個形態來看 前波高當然是壓力 那會不會過 那才是重點嗎 所以道琼的一個架構 領先台股創新高 創立的新高 台股當然有機會挑戰前波高 那會不會過 到時候再來看 是不是 就同我對你們的預測 5G光通訊西光子的聯軍 我說會過152.5嗎 他有沒有過 他不僅過了 今天還亮燈漲停板給你看 一檔股票如何創造46%的利潤 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包括昨天台積電回檔修正 我們告訴你可以買 可以買 今天不是拉出中長紅嗎 兩次的買點 昨天上禮拜五 很精彩 我說這一檔大型的全資股 2600億 難不倒我 大象 跳75來也是很漂亮 很可愛的 所以這種大型股票 我之前8月2號跌到903 先買一筆 下來再買一筆 規劃就是如此 把最後的情況 先設身處地幫會員想好 你就會享受一個低風景的操作 所以真的下來 跌停板813按規劃再買一筆嗎 沒有錯吧 難道我會忘記 我903有帶你們買嗎 不會 有買就是有買 按規劃再買就是再買 是不是 兩筆單一定賺錢 因為漲到934 跟你預告來這邊 我至少會賣一筆 是不是 來這邊我至少會賣 8月9號的預告 8月16號來了 963兩筆單賣 813買了 這筆單賺150 所以這次的一個操作 150階段任務完成 賺得比較快 比較輕鬆 因為跌停板那一天 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不敢買的 台積電竟然會跌停板 你什麼時候看過 你什麼時候看過 就這一天而已 所以當大家不敢進場 就是我反市場逢低 成績的一個時候 所以既然來到我設定的一個位置 那就賣 賣完之後 上禮拜五打到939 你想買台積電的 可以低接的 因為你高點有賣 下一定可以低接 包括昨天940 一樣可以低接 所以不管是上禮拜五 或是昨天的一個台積電 939 940 逢低乘接 今天會來到964 今天大漲22塊錢 沒有錯吧 所以那些大小的股票 我都把它的細微波動的轉折 抓得如此精準 那中小型的基油股呢 我只會如魚得水而已 所以今天的一個聯軍漂不漂亮 掌停板 我是掌停板 才來搖旗吶喊 所以對於這場 5G光通訊的 營收新高的 當時候109那一天開始佈局 我就跟你斷定 有機會挑戰前高152.5 8月8號付清潔那一天 講得多肯定 對 今天8月28號 過了20天 包含假日 他今天真的過高了 8月8號的預告今天成真 今天真的成真 是不是 你所看到的是一檔股票 專業實力的一個解盤跟操盤 從這個位置開始 苦口婆心 一步一腳印 對 漲也分析 跌也分析 這種延續性的分析 所帶給你的 是一個真實的績 清老師 介紹的股票不多 我不是在那邊 點兵點將 每天亂槍打鳥 每天介紹好幾檔 將來有哪一檔 漲停板 是我家的股票嗎 我不幹這種事情 所以對於目前的一個操作 我的操盤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感受到 清老師的一個操盤的實力 誠信實在的分析跟解盤 這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沒有人像我這樣分析聯軍 沒有人像我這樣分析四季剛的 你找不到這樣的分析師 所以整個一個聯軍 上去8月12號 看法不變 對 會過152.5 8月15號 136.5 看法還是不變 有機會挑戰前波高 有機會過高152.5 所以包括上禮拜三 看法還是不變 當然如果有改變 我會通知會員 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 所以上禮拜五 那一天 我一樣告訴你們 看法還是不變 應該還記得 所以昨天的一個聯軍 告訴你 一步一步的往上準備過高 準備過高 昨天146.5 這樣上來34% 對 這種反復震盪走高的個股 我知道大家不喜歡操作 所以這樣個股的籌碼很穩 所以我的看法不用改變 對 它一定會過高的 昨天不是告訴過你嗎 準備過高 152.5它會過的 它會過的 這種股票你怎麼會愛 跌一天漲一天 跌一天漲一天 對 你會愛這種股票嗎 你會嗎 所以對於 昨天聯軍的分析 所提供給你看法 今天會印證 今天會印證 今天160 有沒有過152.5 昨天 你會猶豫 來到前波高要賣嗎 我這樣的分析 需要賣嗎 這樣的解盤夠不夠清楚 所以對聯軍今天 真的過高了 46%了 所帶給你的波段利潤 很清楚 當然恭喜一下會員 波段獲利已經高達46% 今天很快 今天它過前高是急拉漲停 你有沒有看到如此 票案的一檔股票 前高是壓力嗎 前高是壓力嗎 如果壓力當然要賣 就如同台股的一個架構 目前來講 這個位置24416 當然是壓力 會不會過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 看什麼 看全職性個股的表現 看美國股市的表現 看降息之後資金浪潮的表現 這都要面面俱到 缺一不可 否則聯軍我們如何創造出 將近五成的報酬率 夠不夠專業 夠不夠實力 四季剛也是如此 這項股票 封電政策的股票 第一季賺贏前三季 當初從373跌到173 我說這種股票超跌了 政策概念股票 今年度的獲利素質又如此漂亮 你在怕什麼 除非你是高檔追的 你才會怕跌了200塊錢 你的傷口 如同撒鹽巴 會很痛 我知道 追高當然會痛 所以適時的伸出援手 是必要的 所以對於四季剛回檔 跌200塊錢 我說這種超跌一定有超的利潤 反彈個100塊錢都不過分 真的不過分 沒有錯吧 所以當初197.5 當天要不要買 當天沒有買的 看完節目 你昨天有沒有去買 隔天有沒有去買2.15的 我當天就告訴你 你買2.15也會賺錢 有沒有適時的伸出援手 看我的節目那麼多 喜歡追高我的股票又那麼多 當天你提出的疑問 我當天擠盤告訴你 你當天買2.15的 你也會賺 所以要怎麼操作一檔股票 隔天我就告訴你 平盤以下的四季剛火 204還在低階 這樣買這麼難 就是一件事情 一支股票 往往在跌的時候 你們都不敢買 好怕 萬一會跌停板 不曉得跌到哪邊去 就是因為一直半絕 所以跌的時候不敢買 漲的時候好像會漲停 所以亂追 這是很多同盟人的毛病 但是我的操盤的節奏性 不管是從光通訊的聯軍身上 或是四季剛的一個操盤節奏 難道不是降低會員的風險 提高他們的勝率跟報酬嗎 絕對正報酬 建構在低風險的一個操作 所以四季剛 197.5 200以下可不可以買 可不可以買 平買以下204可不可以低階 絕對可以 有沒有來到221 買215的有沒有賺錢 賺完錢 你是不是想賣的 22號 強勢填息2塊9 當天漲5塊半 一擋股票 當天就完全填息 強 所以禮拜一 已經來到22 波段高 股價慢慢的動 跟聯軍一樣 慢慢的動 你們都不喜歡 我最喜歡這種股票 籌碼比較穩 真的籌碼比較穩 所以 在禮拜一 還原前止已經來到225 對 來到225 昨天 亮燈 這都是事實的分析跟解盤 對不對 這樣的解盤 應該實實在在吧 你要不要跟實在的人交朋友 還是你要跟巧言印色的人交朋友 很多分析實在解盤 都是天馬行空 不然就黑龍誰倒 清老師 經得起市場上的考驗 所以對於世紀剛的一個架構 禮拜一他就已經 填息完之後 創波段新高 雖然還沒大漲 但他 該來的總是會來 禮拜二不是亮燈了嗎 234.5 我賺股息也要賺波段 我已經講過了 他反彈100塊錢不過分 所以昨天亮燈 234.5 波段新高 今天再漲8% 來到253.5 這樣已經賺了56塊錢了 有沒有印證 抄跌 抄跌的基優股 第一季賺贏去年的 前三季的一個總和嗎 又有政策加持 這時候不買 你什麼時候買 難道這兩天 大漲 特漲 才知道清老師真的一個好嗎 是不是 不要亂追高我的股票 追高 洗一下 洗柱場 後面那一段又跟你沒有緣分了 所以今天再度的跟你介紹一檔 很漂亮的基優股 賺超過半個股本 上禮拜三回檔 跌是給你的機會 對不對 到今天為止 張股票 紅K棒 發動了 發動了 上禮拜三 跌是給你第一季的一個機會 在這裡 經過大概一個禮拜時間 今天紅K棒發動了 還會在場 有低點要趕快上車 再不上車 我愛莫能住 謝謝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4979的華新光跟聯軍一樣 細光子的 光通訊的概念股票 最近表現 我認為是還不錯 這根紅K棒 守得還滿漂亮的 股價有可能每天漲嗎 不可能 所以當然漲了一段時間 停滯不動 只要沒有走落 其實是可以安心續報的 所以這檔華新光 剛守8月12號 這低檔形態剛突破 現買現攻漲停 買在94 時間價位跟你對過了 當中93.8 買完之後亮燈100 8月19號再買 買了價位105 當作104.5 一定買得到 一定加碼得到 買完之後 再度的亮燈112 親愛的會議員 支持我的會議員 我講過了 你只要是我會議員 如果這兩通抗訊 有的一通你沒有收到 親老師下台一舉功 什麼是對時對價 什麼是誠信實在 會議員可以做見證 所以親老師 是真心的跟會議員交朋友 這樣會議員 跟我的一個合作的關係 建立在這麼深厚的 誠信對待的過程 才會長長久久的合作下去嗎 絕對 不是 電視上講的是一套 實際上代會議員 又是另外一套 你有沒有跟過這樣分析師 所以整個華星光 全體會議員見證 914有沒有買 買完之後亮燈100 105有沒有再買 再買完之後 又亮燈112 是不是 兩筆單 至少兩筆 其實在這個低檔區 新進會議員都有 一樣告訴你們可以買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上禮拜三來到119 38 基本單就30%了 所以對於華星光的目前 我認為是很漂亮 漲了30% 停滯個2467 7天 搞不好明天第8天 他又要轉折衝出去 也不一定 對 細光子的 光通訊的 跟聯軍一樣 聯軍當時候大家也認為 這種股票怎麼可能創新高 重股票 對不對 這邊 跌一天漲一天 對不對 跌一天漲一天 橫移三天 紅黑棒 跌一天漲一天 又殺一天 昨天要拉出去 你沒有我帶領 你可能報到今天嗎 請問一下 有可能嗎 聯軍呢 你有可能報到今天嗎 沒有我帶領之下 沒有我每天幫你看盤 幫你首付聯軍 你抱得下去嗎 你抱得住嗎 對 40幾%利潤 絕非輕而易舉的 僥倖得來的 金老師不是每天 只會介紹漲停板股票 那種分析師 每天介紹漲停板股票 還不簡單 電腦打開每天都有 是不是 如果每天介紹兩檔 一個禮拜10檔 一個月幾檔 40檔 那代表他是代會 買40檔股票 你的資金可以這樣 亂槍打鳥 花費在漫無目的的 巡股身上嗎 我們給議會員持股檔數 三檔至五檔 最多就是五檔 一檔大概配置兩成資金 可以做股票 三幾五幾有夠你賺 不可以做股票 每天就是推薦你 三檔五檔的股票 一個月好幾十檔 你要怎麼照顧 對 市場上資金就是一套 不管是你我 中十五 大戶都是如此 錢都是花在刀口上 一套資金 你一定要用最好的一個 所謂最小規模的檔數碼 創造最大的一個績效 不要建議黨要一檔 你建議黨要一檔 只要一檔 是不是 所以聯軍的一個架構 或是剛才講的四季鋼的一個走勢 我是如何在經營中市 這個三點鐘的節目 我是如何在對待會員的 你不是會員 你沒有感受到嗎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不是會員 可能你感受不是很清楚 當你加入我會員行業之後 你每天一樣可以來跟我會員一樣 對時對價 所以滑星光 這種對時對價的感覺不好嗎 94買完之後可以亮燈 100 對 然後105買完之後還可以亮燈 這樣不是很快樂 很舒服嗎 漲完三層的一個滑星光 整理之後會不會再往上走高 拭目以待 雅翔半導體設備的 208這已經跌構成底部的買點了 上去之後回黨這叫231 只跌了買點了 8月份 225 我說下來還是找買點了 當天跌1000點 誰敢這樣分析 雅翔 就只有在下我 所以當他從25跌到191一樣買 一樣加碼 對不對 要不是台股重挫 跌1000點 跌1800點 怎麼可能來到191讓你買 所以不管是208 231 191 或是22級 這邊我多告訴我們可以低接 低接完之後 就看好到第一世紀 對 去年EBS才是2塊錢 今年前半年198塊錢 成長5倍 說了最快 不好意思 成長5層 一檔自由股 即將面對第一世紀的一個財報 跟作戰行情 即將迎接他明年度 訂單更暢旺的一個業績來源 所以漲到251 告訴你看好到第一世紀 上禮拜五249 依然看好到第一世紀 今天我就是看好亞強到第一世紀 第四紀 好不好 專業的堅持 聯軍我不夠專業堅持嗎 世紀綱我不夠專業堅持嗎 這一檔十全 禮拜買完之後公掌停了 昨天你有沒有買這個高點 昨天買這個高點 今天又下來了 你怎麼辦 基本面創立的新高 年成長率高達225%的一個實選 這種叫做雙底的結構 黃金右腳拉為早買點 好不好 昨天短線追高的 今天給你正面的一個解讀 另外一檔自由股 獲利相當驚人 今年度前半年的一個獲利 就是去年整年度的2倍以上 比亞香更厲害 今年度光是前半年的獲利水準 是去年度整年度2倍以上 如果今年度的一個整年度的獲利 有沒有機會是去年度整年度的4倍5倍 絕對有 絕對有 所以這檔股票低積極 這叫頭肩底的形態 頭肩底的形態 怎麼下來的 它就會怎麼上去 形態的轉折低檔 我幫你抓好了 基本面的選股方向 我也幫你選好了 接下來就是你跟我低檔 進場的一個時機 不需要如果操作了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今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 對時 對價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這次回見 訂閱 chain successfully 分享 columns 兩 看到